我不知道我的越南丈母娘是不是在刻意躲着我 今天是我到越南的第二天了 白天都没在家里 只有晚上回来 来到了她平时玩的基地 还是没有找到她 然后她的朋友说带我去找丈母娘 阿姨好像也并不知道 丈母娘在哪里 也到处在问 现在阿姨帮我去这里面打听了 这里面好像是越南的一个出租屋 她叫我过去 好像是没有在这个出租屋这里 然后阿姨现在把我打电话 阿姨说帮我找到的 她妈妈会回家了 说起来比较惭愧 我在中国带了一行李箱的零食 都还没有给丈母娘 然后也没有给钱给她 一直没有机会 白天我起床的时候 丈母娘就不在家了 所以我刚才出去找一下她 看能不能把丈母娘找回来 把我的心意送到给她 我们在这里带一下宝贝 现在四妹不知道她在干什么 搞一些煮一些粥子那里 说是拿来供的 给孩子身体健康 没有生病的 这可能是他们越南的一种习俗 一下子没看到给你们看一下 四妹搞的这么多东西出来了 别煮了吧 我去外面买吧 妹妹今天幸福一天了 然后冰家里面有肉 她都煮肉给我吃 我昨天吃了一天的肉 今天想吃了别的东西 我去外面买 阿乐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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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越南饼啊 丈母娘这边的特产 给你们看一下 那里面呢是 里面你看这个啊 这个是油渣 一些葱花再加上一些酱 老好吃了 我老婆很喜欢吃这个 只想看这个就过去吧 昨天我们在某一家里 母营店的时候 那个小姐姐看我们是中国人 还欠了他三块钱 这个事情一直记在我的心上 中国人在外面就要做好自己的诚信 去外面去母营店把钱还给人家 现在我们给那个小姐姐买一杯淘茶 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喝 但是出于敌貌性 昨天她愿意让我欠三块钱 把东西拿走了 这个地方创跟她们进去 我们拿到了 arbeiten 我们拿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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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到 空锅 空锅 到了 龙哥你的口头上呢 若你以前的计购买幅 几千千? 几千千 你去点赏 你去点赏 你当时要把个高数价算 要给了十千千 你与别后大家点赏 你帮我给她吧 OKOKOK 今天没有上班去休息 那我们就把淘汰送给这两个小姐 送给这个小姐姐看得要不要好吗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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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你也感冒了 空摸椅 OK 小周你丈母娘回来了吗 不等了 弟弟妹妹本来也是带给他们吃的 等两天了还没给他们看 直接拿给弟弟妹妹吃 太棒了 搬中国 他知道中国的零食 他喜欢吃什么 看一看有没有你们喜欢吃的 没得 有 我喜欢吃零食 他们就说他们喜欢吃辣椒 妹妹拿的就是辣椒 他们就喜欢吃辣椒 我放到家里面你们自己吃 带给朋友吃也可以 你可以 ola xe 那我喝 拿给朋友吃也便可以 这个饮料很好 你尝一下尝一下 这个感的 这个感的 对 places 那是那个麻辣 好吃 他们越南可能就没有这种 开开 那个弟弟也尝一下 越南人就喜欢吃辣条 它也吃 8个月了可以吃这种东西吧 他吃那个甜味 它们说有点辣 现在马上8点钟了 张文良还没回来 很多玩游都喜欢干张文良 我该怎么办 张梅良这个人呢 他又不爱钱 他又不问我要钱 或者说我给他钱 能够让他停留在家里面 他就是一生向往的自由 现在儿女都大了 他也不想超儿女的心 他就是要自由 就喜欢去外面 跟他同龄的人玩 今天只想打电话给他 也没打通 然后他一抹回 现在也还没听 他看着像他们越南的面包 有的是面包 这个不是面包 来 哪丁中 鱼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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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是豆腐 对 他们说 就不吃肉 他说他是豆腐 要吃豆腐 他说吃不到豆腐 他就吃不吃豆腐 他就不吃豆腐 我太惊吓吧 我太惊吓吧 他在鱼豆腐 挺在我们啊 真的 我太惊吓吧 你很火轻 我太惊吓吧 他就吃不吃ail 我太惊吓吧 你太惊吓吧 太惊吓吧 睾不 2025 你要开一个给你 这个叫夏威夷他们叫哈梅干 看一下他们怎么打开 给你们看一下师妹怎么打开 拿个石头 嗯,肉 好吃吗? 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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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